好了 那我們可以開啟了 好嗎 好 Lawrence 你先開啟了嗎 好 試麥 試麥 哈囉 應該已經開啟了 因為有穿東西 我先開啟啟 好 多謝Lawrence跟我們說說 其實Lawrence這裡有多少殞藏量 我們上次介紹過Ghost Buster 然後之前再介紹過 Wonder Woman Wonder Woman 這次又有回到的 又有 即是不單是一件的 有很多東西 我們面前先說這個 好啊 好啊 這輛其實大家都很熟悉 除了知道這輛車 那輛車有沒有名字 你記得嗎 那個名字好像叫Delorean 對 沒錯 這些去過外國的人 會說得準這個名字 對 好像真車 那個是不是真車 Delorean的車應該是有的 本身是有這樣的 但你在影片裡面坐過的車 是否改裝了 對 那時候我應該是三年前 去開美國 那時候 因為去到美國之前 我做過一些研究 因為我很喜歡回到未來 這部電影 不知道在鏡頭面前 有沒有朋友都是粉絲 最經典就是那輛車 當時我還記得 我還沒去美國旅行之前 我曾經在網上見過 好像可以租 有人把那輛真車 改裝成這樣 然後可以租 後來我還記得 那次原本已經 飛機票全部買完了 然後突然寫 對 去開美國 忘記了要安排這個旅行 立即上網搜尋 真的搜尋到網上 有一個地方 真的可以租 這樣的車 有個外國人改了 那時候雖然機票買完了 但中途站要去去L.A. 原本就是去聖地牙哥哥展 特意改了機票 加了錢改了機票 就是要去那一站 就是為了坐那輛車 還有是否去了那間屋 拍戲的時候 拿到睡景 實際有間屋 實際有間屋 那時候我去 那個人介紹給我認識 因為一直開車 其實那輛車很有趣 因為電影還沒走到88公斤 他走不到那麼快 因為那輛車本身 Delorean的材料是很薄的 不知道是甚麼金屬 加了這些東西之後 整輛車是很重的 本身車身是用不鏽鋼 所以這輛車不會生鏽 但是很重 沒錯 所以速度就很慢 所以速度就去到 本身這輛車 它的廠最高速是去到130-140公斤 但最後出來是 這輛車只有112公斤 因為它很重 對 加了改裝 那輛車就更重 所以更加無法走 對 因為過了速度 真的後悔到未來 那就糟糕了 那就糟糕了 沒錯 那一次我進去 坐那輛車 它真的裡面 好像這個模特兒一樣 它都改得很細緻 那道門也是這樣的 對門也是這樣開的 裡面真的有那個 Flex Capacitor 也是這樣閃 前面那些按鈕 全部都可以按 那個用家都挺貼心 它是直接有衣服 還有帽子 讓我們可以穿上去 然後去拍照 因為它住的地方很近 回到未來 那個主角Martin McFly 住的那間屋 他就駕駛我去到那條路 那裡 他就說原來那間屋 這麼多年 我看過 原來真的沒有變過 沒有變過 對 不過他就跟我說 少許秘密 他就說原來拍戲 只是拍外景 那間屋 他說裡面原來真的住人 所以就算拍戲 那時候也不是進去裡面拍 對 對 拍戲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他很快在外景拍完一堆 就回到片廠 或者剪接室 搞大雷 是 這輛車 我們還沒說 除了我們今晚 我們有David Lawrence 我和Brian 這輛車大家都會問 這輛車是哪個牌子 這輛車就是Hot Toys 很多人都可能不懷疑Hot Toys出過 一輛這樣的車 好 其實我還記得很搞笑 是不是都可以說得 牌子 牌子 可以的 你可以說周大福 借信 好 因為我還記得那時候 有一輛玩具展 那時候還未出這輛 出過Batman89那輛 展覽 我已經很興奮了 因為我很喜歡那個89輛車 剛巧我撞到Howard 我就問他 你出那輛車很漂亮 我會不會出這輛 然後他當時 就搭得很圓 他說 什麼都有可能 然後我問有沒有呢 說完之後 不夠年兩兩年 真的出了 真的很開心 我想粉絲真的很想出這輛車 是的 但後來很多香港的朋友 地方不夠大 其實那時候的價錢 不貴 當時覺得也不太貴 好像…我不記得三千多 四千多 是的 因為他有很多電子的部分 我們會拍到一些車尾燈的 大導演 有很多這些位置 其實HOTO來說是少有的 是的 而且他的細節 這些電線 這些都做得很仔細 我也沒有想過 是的 但Lawrence 你知不知道 原來最初這部戲 Back to the Future 這部車 本身是沒有想過 用這部車 為甚麼 那我就不知道 是的 因為當時電影公司的劇本 是計劃用一個類似雪櫃的東西 噢 他用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裝置 去做一個 回到過去 或者去未來的裝置 他當時是想 擺在車內的裝置 運載著一個裝置 但是因為當時的劇本 是改了四五次 然後去了很多間電影公司 他接觸了超過十次 都是賣不到 賣不到 給法輪商 去付錢 去拍這部戲 噢 但最後呢 為甚麼會找Delorean 這部車呢 就是因為 他給了人 有一個未來感 這部車 當時如果 他是起了勾翼 那些人會覺得 這部車是會 真的要飛的 噢 所以他們就拿了這個想法 去接觸 再推銷 再推銷 然後推銷了這件事 噢 不過我也覺得 當年的設定很漂亮 我還記得 電影第一幕 他在貨櫃打開出來 拍著車尾下來 哇 我已經覺得很棒 沒錯 而且Delorean這個品牌 他只是推銷過這部車 噢 而且他是 那個 老闆叫John Delorean 嗯 那這部車 他這部公司 是七十年代未開始成立的 嗯 那他 生產這部車 大概是八零至八一年開始的 嗯 是製造了九千部 嗯 但最後呢 因為一些 司法上的問題 那他在一年裏面 就已經是破產了 是是是 那所以 流傳了下來 那之後呢 八五年呢 吐氣才上 所以是破產 嗯 再找這部車出來 然後將它改裝 製造了戲中的一件道具 哇 真的很罕有 很傳奇 車號也很特別 再加上這部戲 拍得很好 因為小時候看得很開心 是啊 我還記得最近 我給朋友看 他們那個年代 可能是90年後 那些 他們是未看過的 我當時跟他們說 看完第一集之後 大家如果記得 五尾是否預告第二集 然後有幾個朋友 看完第一集 我不想走 馬上看第二集 然後看完第二集 我不想走 馬上看第三集 是這樣串著很棒的 是 我覺得這三部曲 是比較 連貫性比較好 是的 我記得第二三集 好像是一起拍 是 後來的 是嗎 好像是一起拍 所以連貫性 那個或者我們 那些穿崩位的 會少很多 拍得很好 我們說完這部 又這麼划算 又是開胎出的車之後 我們說另外一些 回到未來的東西 還有很多 還要這個 好了 介紹一下這個 如果有看過 特別第一集的朋友 可能會認得這個是什麼 這個遙控器 如果大家記得 第一集 就是剛剛主角 找到博士的時候 他看到這部車 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第一個 回到未來的那個 是一隻狗 當時博士 要做實驗 就不想找個人進去 他就做了一個遙控 用一個遙控來遙控這部車 這部遙控器 就講一點背景 其實就是一個 是一個 custom make的 一個產品 custom make的 對 怎麼說呢 就是美國 有一些 玩家 對 本身他真的跟 電影裡面 有一個叫 Futaba 這個牌子的遙控器 應該電影裡面 本身都是把這部遙控器 改 加了一塊這些 這些 這些 這些這樣的按鍵 其實他也覺得 挺有心機 因為他這裡有個 就是on off switch 開了之後 就在這裡 那你會見到 他其實是會一路 count down count up上去的 對 就是會一路去到88 這樣 還有也會有 不同的 聲效 對 有聲效 就是電影裡面的 原裝的 對 原裝的soundtrack 對 我當初 特意製造這部 就是想這樣配上車 感覺就 哇 很棒 外國的collector 或者customizer 真的很有心機 就是把一些 可能電影製作人 之後都做完這部電影 都不是太重視的東西 是的 重新重建出來 真的 我看到 好像自己改 但又跟得很足 你說用來再拍一部電影 都還可以 真的 真的很好足 還有手感也有 因為他是真的用力 對 之前是真的 現在當然就用不了 對 但是整個效果 觀感上是很棒 這個真的純粹是 自己改 你在網上 自己 搜羅回來 對 我看到有個collector 他就 post自己改這些東西 然後我就PM 問他 你做不做的 你收多少錢 當然這個遙控器的價錢 就是這部車的幾倍 大家可能都沒有想過 通常這些 我差不多 自製的東西 就會是這樣的 因為真的沒有人會做 對 因為沒有人會做 他真的會計手工錢 幾倍 不過是他很多工作 真的 還有這個9W電 是不是真的是9W電 是的 我剛才特地去外面 換過新電 插進去 他真的用這四顆9W電 拋進去 很多不是dummy 所以我貴貴在這裡 那些是全是功能 就是dummy 反而容易做 我做過假的9W電 做過假的標靶 是的 但是它全部好像 你見到的速度計 一直上升 是的 還有沒有另外一個模式 只有一個模式 那個模式主要就是這樣 就是一邊升到 一邊升到88 還有不同的聲效 是的 嘗試完了嗎 嘗試完了 嘗試完了 又是香港公司牌子的東西 看完裝備的東西之後 這些 我說貼地一點 其實香港見過的 不過大家可能會忘記了 是的 就是 這個就是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Kiss Logic 沒錯 剛才只有兩個東西就完成了 這個有一點 可以了 這個就是很棒的 就是Back to the Future 第二集裡面 有一個叫Hoverboard的東西 這個可能很多人會見過的 就是主角踩的滑板 而濕邊這幾塊 就是有幾個壞人追他 就是那幾塊 而這一塊比較特別的 就是 因為在電影裡面 是唯一一個可以有power 噴射引擎 對噴射引擎 他真的在這裡做了 是著燈的 這兩個噴嘴 因為當時在電影裡面 Martin 他就是 就是 就是有 用這個 用這塊 就無意中掉在水上面 原來在水上面 這些Hoverboard 就是不可以推動的 那 要推動到 就一定要有噴射的滑板 才可以做到 那他之後就被這個噴射滑板追 然後他就跳了下水 然後就避過了那個追擊 這個 我記得當年他的電影 就是一直升級 就是不斷回到未來 他就把未來的科技帶回來 所以這輛車多年 也一直升級 對 去到第二集 那時候就是輪胎可以飛 然後曾經看到Hot Toys 展示出來 我都很想他出 也有展示過 他有展示過一個 是真的飛過的版本 放了兩年的SDCC 但一直都沒有出 可惜一點 出到就好了 真粉絲一定很渴求 我第一個買 可能就是大家 其實他們的投資時間 也不少 應該是 那也是 好 這就是Kids Dorsick之前 前兩年推出過的版本 再看越看越堅 再看再大塊一點 嘩 這個Divit可以踩上去 好 我先收件衣服 好 介紹一下 在我身邊這個 就是Back To The Future 特別有看過第二集的朋友 應該會認識的 頂帽和衣服 頂帽 當時這個也是 即是主角戴 主角戴 是這個Universal Studio 推出的 當年我覺得最特別 因為他不同的角度 會變色 當然現在這個技術 可能就很普遍 而我看見他的還原度也算高 我看見你剛才那部影片 你在美國 是不是真的戴了這頂 我 我忘了我戴這頂 還是戴了個人借給我那頂 但也是差不多的東西 是標準動作 對 對 對 這個是第一個 專門買回來 特地買 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 真的比較少見 因為這件衣服 回到未來第二集 如果大家記得 可以右流一下 說一下這件衣服 如果不記得 回去看其實很經典 當時這件衣服 最特別就是主角一穿 你會見到我 放了一個公仔 而我特地展示到 有一邊好像衣服清身很長 一邊就更合適 因為那套戲真的是這樣的 他一開始穿的時候 這件衣服就是 因為他要突顯 這件衣服是未來的科技 一穿的時候 就好像不清身 然後你按了一個按鈕 他就會這樣 縮了上去 而這件衣服最特別的地方 其實他真的做了一個按鈕 所以有一個聲效 我試試把咪放近 看看能否收到 剛剛就說了 Drying Clothes 這樣 所以他也有聲效 是built-in在裡面 這樣 因為在套戲裡面 那時候 Martin掉下水 然後他上了水之後 衣服感應到他濕了 他就會自動有一個吹乾的系統 然後他會放進去 吹乾乾的衣服 對 所以那時候看 就會覺得 如果未來很棒 很厲害 那時候還未到2015年 我已經在預計 對 而且你看到我的衣服 就插了這一本 如果有看過第二集 就知道 整套戲的關鍵 就是和這本有關 這個也算是一個 提示 因為他裡面 真的都把 裡面 他其實是說 1950年至2000年 球賽的結果 他真的 續業都做出來 這樣 這個又是 custom 這個就不是 custom 這個是我買了一個 特別的 Blue Wave 一個collector box set 跟著其中一件產品 那這件衣服呢 又是 custom 這件衣服應該是廠製的 應該是 我都忘記了 那時候可能在網上 剛好看到 某些專門有人說 一件這樣的事 拍了一段影片 我看到有聲效 因為網上做這件衣服 也有不同公司 但有聲效 我真的當時第一次見 所以當時我被這件衣服 吸引了就買了 這件衣服看來好像 不夠 Michael Fox 好像沒有那麼高大 可能沒有那麼大 要按按鈕 縮起來就對了 我記得那時候 其實不是這件衣服 還有那時候 好像Like波鞋 那件衣服 現在已經有了 類似 如果按按鈕 就不用穿鞋帶 對 不過那隊又是天價 最貴就是香港 因為曾經有一段時間 Like會出了一個慈善的拍賣 就是幫Michael J. Fox的基金籌款 香港 每一個地區 會有一隊Like的香港代理 或者當地的代理 會拿一隊去拍賣 香港全球最高拍賣 成交80多萬港元 那一對鞋 那一對鞋 但因為當時那一對鞋 是可以做到一個 自動收綁工 即是按按鈕就可以了 對 那是用充電 很容易用充電 有兩個拍攝 有一個他塗進去之後 然後在底部 有人幫他拉 拉 拉那些線 就收回 這就是當年的 技術的解釋 但想不到十幾年後 又成功了 對 看看這些 這都是一堆 是甚麼 其實講開剛剛的主題 我覺得也挺好的 因為那次的電影 第二集就是 推測2015年有甚麼公司 會出甚麼產品 那Nike是其中一間 另外我想介紹一下 就是這個 其實當時在電影第二集 有一個叫Pepsi Perfect 的一個汽水 真的沒有想過 好像在2000年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真的出了 百事自己出 從來沒有出過這樣的包裝 當時就是真的為了回應 回到未來那套電影出的 那這瓶東西 我當時在eBay買回來 都要差不多四百幾五百港幣 所以 都不捨得喝 現在都差不多這個價 都差不多這個價 因為這瓶 因為我自己是做汽水的 太貴 太貴 我買不到手 這瓶 這樣 所以這個Pepsi Perfect 是挺特別的 自己那間廠出 限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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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那個紙盒 這個也寫了 限量的 他跟回 我忘記是否這一天出 他這裡寫 11月21日 2015年 我們已經死了 因為那套電影 Martin是2015年 10月21日回到去 就是那一天 就是那一天 那盒這麼大 但我也看到外國公司 和電影大動潮流 那些外國公司 又會配合 這一下 這一下真的沒有想過 因為不單止這個 譬如好像Mattel一樣 剛才也介紹過 那個Hoverboard 其實可以看看 這個盒子 真的Mattel自己出的 真的Hoverboard 有聲效 嘩 聲音很立體 對 但為什麼自己會有聲音 他是不知道角度去到某個位置 對 即是他 detect到 motion 就會有聲音 會拍到 嘩 聲音很立體 對 但就不能夠 暫時未能夠 但好像我見到最近 真的有這些滑板 是真的滑 是假的 假的嗎 不是真的嗎 但這片好像真的 所以這個 我當時其實都 即是原本我就未必會買這些 這樣的東西 但也很難得 因為又是Mattel自己的公司 出發 回應那套電影 那時候我記得 這個也不貴 應該好像千多元那樣 對 因為我是後追的 所以就貴了一點 還有哪些 還有第三項 都要特別介紹一下 就是這個叫USA Today 就這樣看起來 好像報紙沒有什麼特別 但其實 最特別的就是 回到未來第二集 這份報紙真的出過 是這樣的版面 而最難得是什麼 這個真的 看看四營有沒有寫 10月22日 2015年 真的USA Today 有這份報紙 他真的特意出了一個特別版 特意出嗎 是這樣的 你看到整版 包括這些 都是在介紹 Back to the Future的東西 這份東西 我是特意託朋友 因為那一年 我不是在美國 就是在美國 看到有 叫他特意幫我在美國找到 然後再寄回來 所以這個真的 又是很難得的 這些真的是真粉絲 是啊 這份東西 我記得早前的新聞 是關於回到未來 又是對應當年戲的預言 是嗎 還有沒有 還有很多 相片也是 有多機嫌 你自己私人照片 這個就不是我私人照片 最特別就是 這個是第一集 第一集 你看看會不會見到 沒有了 會變了 那些人 現在不見了 不見了 看到出了一個 兩個 應該向上 向上 好過癮 再上一點 再上一點 戲裏面 為何會有這個情景出現 就是 再上一點 三個 因為回到未來 回到國 搞到時空錯亂 影響了歷史發展 於是 他人有可能會消失 是的 這套戲真的出現過這樣的效果 因為他參與了爸爸媽媽的戀情 因為他見不到婚 沒有他 所以他就消失了 是啊 所以這個也挺特別 另外想介紹一下就是 這一隻錶 看上去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Casio的錶 那些年代 是的 那些年代 其實這個原來也是reissue 應該也幾年前 也是當時 就是Martin McFly 戴著那隻錶 當然 未必那麼容易 每個人看到 如果細心留意這套戲 當時他戴著這隻Casio的錶 也是Casio自己出版的 不過這個就不貴 這個好像300元左右 那些普通Databank 那些香港的錶劇 也挺好 是啊 可以輪到你 另外 那個背囊 第一集的主角 本身真的有這隻牌子 我也是在eBay找到 這個 這個好像真的正在用 那樣 是 他本身做到 真的做到這樣 我不知道 我知道 因為可能我 其實買了幾年 我就沒有特別 我好像有用過 可能不知道是否用到這樣 好像真的一樣 是的 還有 還有 這個其實就是 一個特別版的 Bluway 是的 去模擬回 Back to the Future 剛才說的 那個車裡面的 Flux Capacitor 這裡本身按下去 會亮燈的 不過我的電子太久沒有用 就沒有了 是的 他其實打開了 是一個 Bluway 就是那些盒 還有一些 不同的紙 紙品 好像還有 是的 另外 這一幅相 也是第三集 如果你看到 未來的 一個 當時留下的相片 另外 這個 就是第二集 不是說到那個 Beef 就是 拿了剛才這本 東西 知道所有的菜果 之後就發了 是的 於是他有自己的Casino 又相應出了一個 好像他的Casino的 牌 對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就是這隻杯 這部電影裡 有一間叫Café 80s 大家記得的 或者忘記的 都可以回去看看 這隻杯 其實就是 用Café 80s的標誌 來做 買了很多這些 電影相關的紀念品 是的 真的fancy 還有回到未來 真的我自己也挺喜歡 對 還有一樣 還有 突然盛起 這裡回到未來 有一個 第一集 如果有看過 很重要 就是有一張報紙 令到他知道 什麼時候有電 砍下來 然後 記得怎樣回去 旁邊這個 就是我在網上買的一個 如果大家記得第一集 就是有個人 為什麼他會拿到這張紙 就是叫他籌錢 其實可以當作錢 用 然後 因為他籌了 捐了錢 所以有這張紙 之後 回到過去的時候 就是這張紙救了他 另外我帶了兩本 就是日本版 就是當時回到未來的一些 長刊 或者電影的宣傳品 有早功課 厲害 其實 不知道大家 大家觀眾 知不知道 原來 主角 Michael J. Fox 在當時 這部電影 不是第一個男主角 嗯 他當時有另一位 叫Eric Stowe 的男主角 是第一個首選 但是因為他拍戲的時候 他就 達不到要求 他拍了三至四個星期之後 電影公司看完他的片 都覺得 都頂不住 因為他是一個性格演員 他做不到一些喜劇的效果出來 哦 然後因為 Michael J. Fox 是當時第二的人選 但是因為當時 他在拍另一套 電視劇 很家傳互曉 很受得的 所以 但是 都覺得 他也是先適合的 然後 所以 Michael J. Fox 就要在早上拍完電視劇 晚上 就 輪著 拍十幾個小時 拍回到未來 然後 不停地追回電影的進度 嘩 他也很厲害 因為我看他的電視劇 他的演技很棒 對 因為當時他是二十一歲 然後 電視劇公司 他說 你要 晚上也要踩十幾個小時 然後他說 我二十一歲 我很年輕 我不用睡 所以 他一直 那一段時間 都會 躺著 拍完 躺在車上 躺在另一個場景 繼續 拍他另外的電視劇 這樣 哦 原來那段是這麼小的 因為他的衣服比較矮小 是 一直都扮演一些很年輕的角色 是 後來才知道 其實後來已經有大部分 哦 那這本呢 這裏還有一本 這也是一樣的 這本是第二集 第二集 一二三集都有的 但是我覺得 一二集我就會比較喜歡一些 所以我就做了一二集 專門過日本買的 是啊 是不是日本比較多這些長刊 是不是叫長刊 電影的書 我也不記得 因為在東京其實有一條街 是很多書 很多書街 然後有很多賣電影雜誌 小說 書街 我有時會去找一下有沒有一些玩具 舊的雜誌 我也會去看看 我們拍到這邊 現在我跟大家畫一個魔術 看著 咦 失敗了 應該不要只是黏著 其實都是兩個很強力的磁石 是啊 好 今天我們差不多了 沒錯 好多謝Lawrence 帶給我們一個這麼詳盡的系列 收藏 希望繼續陸續有來 明天是中秋節 大家中秋節快樂 開心心 平平安安地去過中秋節 和家人開心心吃一頓飯 沒錯 好多謝Lawrence借了地方給我們 希望 記住 第二季季選 即將開始投票 好 留意著開CV 沒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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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